莫虎披露周立波所申请的美国杰出人才绿卡是怎么回事? 美国纽约华人律师莫虎在起诉周立波的法律文件中披露,周立波正在申请美国永久居住全集,绿卡确切地说是申请美国A-EA签证,以及美国执意移民第一优先顺序别杰出人才移民签证。 首先应该指出,莫虎在这种时候以这种方式公示周立波这一丝人信息是极不恰当的,因为对任何一个有意或已经申请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来说,最不乐意在其申请过程中被人说三到四,因为每一个申请者都是付出相应或巨大代价的。 实际上,付出代价并不意味着可以申请成功,周立波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,周太太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已经声明有放弃申请美国绿卡的计划,或会卖掉被众所周知的在纽约的公寓,准备资金应对法律诉讼。 B者也是一个申请美国绿卡后来又放弃者,申请的类别是专业技术人才移民,是在美国有了工作签证的基础上申请的,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动放弃。 之所以提及此事是想说明,我在办理美国职业移民第二优先级,专业技术人才移民签证时花费不是很多,也就是说,如果具备申请美国职业移民第一优先,花费会更少。 然而,仅就周立波申请,杰出人才绿卡而言,就有许多盲区,且爱莫胡所披露并有待合时的,所谓周立波自费请2800人看自己演出一世来说,就是一笔不小的美元花费,连带其家人花费数百万美元买房子申办投资移民。 应该说,诸如此类的许多申请美国绿卡的中国人,其中不少人算的都是糊涂账。 具体说来,美国设立杰出人才移民之第一优先顺序别,是为了吸引全世界各国各个行业的杰出人才来美国发展,也是美国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战略措施,同时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移民类别。 据本人所知,美国移民局确实做到了第一优先,给予配额最多,开辟独有加速审理通道,时间最快的一天即可获得批准,甚至没有雇主和劳工证的要求,并不受行业英文水平年龄和学历的限制。 各行各业皆可申请,全家一步到位获得绿卡。 我在美国工作时了解到杰出人才移民签证,对合乎条件者来说,是最容易申办的签证,不是开玩笑,往前推二三十年,会中文打字的中国人,就可以申请并办成此类签证,因为当时的美国籍缺中文打字员,这非常符合山木大叔的思维方式。 实际上却有三五天之内拿到杰出人才移民签证者,比如我认识的一个画家,在美国某个小城市做画展,该市市长出席开幕式,并给他颁发了一份荣誉市民证书。 他委托律师将此证书连同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填表后递交给移民局,第三天就拿到了签证。 当然,现在的情况于二三十年前不可比,但就杰出人才移民签证而言,唯有中国申请者是高价获取,其中原有与周立波指责的类同落骨这样的律师之不义不法行为有关,但更与不少申请者前多人傻有关,尤其是一些明星名流名家等大咖。 他只懂用金钱衡量身价,根本不知道自身到底值多少钱,为伴侣卡不惜代价,大把花费钱财,其实许多都是冤枉钱,就像周立波这样,吃了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其实,美国移民局对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签证没有特殊的硬性规定, 决凡科学家、研究员、工程师、发明家、医生、教育家、教育学学者、大学教授、各级特级教师、校长、历史学家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画家、书法家、舞蹈家、音乐家、摄影家、设计师、媒体主编、杰出企业家、贸易商人、管理专家等,都有资格申请次类签证及绿卡。 相关申请条件 《新期刊》发表过专业论文等,申请者只要符合十条标准中的三条,就具备了申请资格。 如果条件具备并有能力,个人也可向移民局抵较申请,当然更多的人选择律师协助申办,也相信大多数律师不是五良无德律师,如此申请,结出人才移民签证不用花费很多钱。 只是一些挣钱太多又太容易的明星大咖,加上文化底字差,不懂不了解相关法律,只知道花钱花大钱,用钱买来一切。 事实上,美国移民局对此十分反感,因为移民局己收取签证费,不想落下这样的明星,即美国杰出人才绿卡,是花钱花大钱得到的。 想到崔永元披露的冯氏、华仪等在外国之夜买豪宅,或许都与办理移民有关。 且不说别的,仅旧房产来说,有多少常住者? 实际上许多成了闲置资产,但仅房产税就不少。 周立波提到的某某豪宅大院要知道,业主不仅要交房产税,连贷几十亩地都要交税。 说到底这些钱大多都是从平民口袋里掏出来的啊? 崔永元受拥戴更多的是象征信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名列,而周立波事件披露出的种种例证,反而给崔永元许多论断的正确性做了角度。 需要提及的是,周立波夫妇最近的感悟应该给许多人一起是,还是祖国好。 不反对有人愿意申请美国绿卡,但也要相信是金字在哪里都会闪光。 不反对有人申请,结出人才移民签证,但请自制身价,学点儿文化和法律,不要去花冤枉钱,然后找后账,甚至人才两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